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手像面向方们的困惑呢 可以关注私信 那么上期我们讲到这个垂直线 我们暂且叫它米康纹 米康纹就是跟这个食物有关系 也跟财运有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几种形态 如果是说这个米康纹出现在左手 我们说这个左手对于大部分篮球来说是这个天然手 代表先天的运势 非惯用手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左撇子的话 那么你的右手就是非惯用手 那么就是天然手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 大部分都是这个右撇子 所以说这个左手我们被视为非惯用手 也就是天然手 一般很多人都是右撇子 所以说这个左手是用来阅读和解释你过去的特点 包括你自然的特点 从小阳台里带的 如果是你左手看到有这一点 就是出现这个米康纹 跟米粒一样的 那么树的垂直线 那么这个呢 这个你天然就不会受到这个食物的影响 出生和成长的家庭环境 也是在经济上非常优越 而且呢这个食物不可能 不可能是你的问题 在生长过程当中呢 你会有这个先天的运势会非常不错 家庭环境也是一般都非常优越 那么第二个呢是右手 右手 右手的话 就是用来解读你后天的运势 一般很多右撇子的人就是我们这个惯用手 当然你如果是你是左撇子的话 那么你就是左手是这个 左手是这个这个后天手 那么如果是在右手出现这一点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也就是说惯用手啊 你会发现在你这个 有生活经验的同时 也可以毫无困难的来获得食物 由于一些努力呢 这个食物 这个是能够填饱肚子的 那么食物充足 经济呢也是非常的丰裕 那么你的钱财运势也会更好 并且呢 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 这个是一个右手 那么如果是双手都有这个 这个米康文 就是垂直线 那么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手相 双手都有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哪只手 是惯用手 都不会在一生当中 遇到一些食物的挫折 就是说你吃不饱饭 从这个童年起就对这个 这个衣食无忧吧 家庭经济环境非常不错 随着你的成长和你的性格的 这个慢慢的发展 那么总会对这方面 感觉到这个非常的轻松 这个总而言之 你会凭借自己的能力 能够获得这个 一时无忧的生活 而且呢 这个这种 这种是这个 优越的环境 一时会伴随你的终生 同时呢 他这种现出现的话 对于那些感情的一些 不好的现象 包括一些贫穷 这种不好的现象 都会拒之门脉 就这个意思 好了 这个双手左右手 都有这个米康文呢 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那么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关注或私信 那么这里还是天涯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